各位英美觀眾,晚安 這一節本來想講軍事事件,但軍事事件我想調去明朝香港時間那一節 那一節,一來有多些香港觀眾看,以來 這一節,我覺得由SE的角度,或者其他角度,應該要講的就是Facebook又壞了 現在壞了,壞了,離譜到程度在什麼地步呢? 第一就是Instagram,WhatsApp,全部都停了 第二就是壞到,我已經聽完蕭邦鋼琴大賽今年初賽三個樂手的表演 兩個波蘭,一個加拿大,一個加拿大人,其實是香港人 Victoria Wong,三個演奏我已經聽完了 聽完了,我聽完都還沒有… 這些話很貴屋,現在都還沒有… 還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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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件事就真的… 有點兒耳朵 你這樣… 你這樣… 不需要看Youtube的現場直播 不用看波蘭公共廣播電視台的那個… 就是TVP的廣播 透過Youtube都可以看到這麼多國際級學手的聲集演出 但問題就是我聽完三節,我真的… 我聽完三節之後都覺得… 你未必搞定,我覺得… 你Facebook發生什麼事呢? 當然Facebook這樣壞機,都是我預期的 但怎樣這樣說呢? 同樣是大型的社交媒體公司 或是大型的e-commerce公司 你見到這個東西 Facebook是唯一一個… 不敢把自己的服務… 自家的服務… 即是用來賺錢 你一般來說,譬如說… AWS這樣… 即是理論上AWS… 人們就會說… AWS標榜就是… 你正在用跟Amazon一樣規格的… 的服務質素… 這個是AWS一直都標榜的東西 那些人會覺得… 喂…你… 你Amazon傻的… 你怎樣呢? 即是有些人可能用AWS的… Torology的公司 可能是Amazon的競爭對手 Amazon不介意的 你給我錢… 我…我…那你用吧 Google都用類似的方式 其中的原因就是… 他們無論Google… 或者是AWS… 對自己的… 網絡環境… 是很有信心的… 其實今後來… 就是Google的… 那個… 環境環境… 方面的… 維持性… 或者是… AWS… 一直都… 大家沒有什麼… 很邁軟的… 所以… AWS… 它… 最主要是… 除了服務自己的… AWS… 還服務Amazon… Amazon… 本來不是那麼… 本來是… 但問題是… Amazon Prime之後… 其實它真是一個重要的… 螢幕提供… 因為… 很多人… Amazon Prime是看電視… 看電視… 看片… 其實是… 很多… 例如你說… Ground Tour… 以前… Tub Gear那三個人… Ground Tour… 它就是… Amazon Prime那裡播放的… Amazon Prime… 其實是… 某程度上是… Netflix的… 對手來的… 但… AWS… 又會提供服務給… Netflix… 或者其他… 類似的公司… 你覺得這個… 怎樣… 其實… AWS的理念… 第一… 它真的對自己… 很有信心… 第二就是… 你… 肯給我錢… 大家… 你… 給我錢… 大家… 跟更大的… 資源… 有錢… 一起賺… 我覺得… 很合理… 因為… Google… Google… 因為… YouTube… 一定是… 全世界最大的… 其中一個… 甚至… Apple iCloud… 有部份… 都是… Google… 的服務… 有時候… Google… 它… 應該買了… Google Drive… 部份… 的… 其實是… 用來做iCloud… 用途… 但是… 無論… 你… 無論… Google… 以至… Amazon… 它們… 很有信心… 對自己… 資料的水平… 如果你… 不… 願意… 提供一個收費的… 伺服務… 我就會… 開始質疑… 究竟你… 那個… 環境… 例如… Apple… Apple… Apple的OS很強… Hardware很強… Apple… 自己… 就不提供Data Center… Data Center… 你看到這件事… Apple… 就算用… Mac Mini… Data Center… 服務… 都… 其實… 都是… 如果… 提供… Mac Mini… 就是… Mac Mini… Data Center… 都是… 用…AWS… 提供… 很多… 用Mac… 或者用IOS… 提供服務的公司… 那個… 開發… Data Center… 都是… 在… AWS… 但是… 看到… Facebook… 一直以來… 都很得了批評的Facebook… Tedology… 我已經不… 說… 這個… 是否… 一些… Facebook… 的… 軟件… 本身… 看… 是很… 他們的網站… man… sigr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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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 用戶的反應很差… 用戶的體驗不好… 這個是… Facebook 的問題來的… Facebook 你用… 這個… 網站版… 尤其明顯是… 網站版… 你用Safrari… 你打字… 你打不到中文字… 即是… 你打中文字… 一定是… 你打到… 那些字… 可以這樣… 那… 那… 這個就是… 寫…program… 寫得… 所以你… 你… 你問我… Facebook 怎樣… 經常… 都要出現… 大型… 其實不止一次… 幾個月來一次… 這基本上… 經常都會發生… 很簡單的… 你…Facebook… 你當初寫個program… 你用…PHP… 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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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聚聚到,其實BHT已經是很一效的語言 但我用WordPress,我都可以給一個良好的用戶體驗 為什麼你Facebook長年來的用戶體驗都是差的? 這麼差的? 其實它寫的組織那時候很有問題 那些計劃和水準是很有問題的 你和Google不同 Google有一件事是我都不得不承認的 Google,你很難埋怨它 Google為什麼你很難埋怨它? 就是Google一向寫的東西 它近年已經退步了 但以前Google的東西很乾淨 真的很乾淨 老實說,它Pay Speech要求的網站速度很高 人們說你能不能做得到 但它自己做得到 它自己真的做得到,它做得不錯 所以Google我一直都沒有怎樣埋怨它 它用的東西,譬如由Gmail到Google Drive Google Drive,Google Photo就差一點 Google Photo的反應是差一點的 我寫得是壞的 去到Photo有關的東西,就沒有哪一家寫得好 Photo有關的東西,暫時沒有哪一家寫得好 但問題是我不撇除這件事 總體來說Google的服務是可以的 但你Facebook到今時今日都不敢提供一個收費服務 即是Serve Data Center 其實你這次也解釋了壞機的東西 也解釋了什麼事情 我沒有由Facebook不撐的 這個錢的人的寶座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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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投資的嘛 你看到的Infrastructure 變成一個可以賺錢的機器 為什麼Facebook我這樣做 其實我覺得答案很清楚 你根本就沒有人的 即是它那些Date Center 它的問題就是 它整壇東西 它要用一個很累積的計劃 去撐起整個計劃 接著你怎樣 你那些Consuming的Power 你那些Consuming Power 都融入在這些 那些垃圾曲 那當然不用說了 所以我覺得Facebook裡面 有很多 技術的問題 即是 你其實你看到 它整個公司本身 譬如說 很多技術的 譬如投訴機制的那些 一直減不掉很簡單 它根本的公司 就不滅滅的那些技術 你問Facebook 是不是一間 技術滅的公司 不是 你甚至連Twitter都不如 Twitter都很乾淨 相對的就是Twitter 因為Twitter 某程度上 當然有人很討厭 Twitter Donald Trump 撐起Twitter 但Twitter又出賣了 Donald Trump 但我會覺得 如果以純粹技術而言 Twitter的 不可以說 你看到每一次 Google Facebook 每一次出事 都是Twitter 通知大家 你都知道 其實這件事已經 已經遇到不堪的 社交媒體 你正在用同行的系統 去通知 你的客戶 你失敗了 其實你告訴大家 其實Facebook 不是那麼可靠的 這個是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 我覺得更加值得思考 為什麼 Facebook公司所出的軟件 無論訊息 無論Message Whatsapp 無論Instagram 無論Facebook 在我眼中 可靠性都很低 而且它的用戶資料 用得很差 而且很吃RAM 你看到它每一個都很吃RAM 你一開到IOS Facebook吃多少 Instagram吃多少 你自己知道 問題在哪裡 就是因為 Facebook的程式 給我感覺到 它搭很多東西上去 它搭的東西上去 是拿來採取資料 因為它在採取資料 所以它的東西 就行得很慢 你跟Google Google說 Google不是大資料公司 Google採取資料的方法 是你自己 自願去搜尋的過程 我已經採取資料 我不是被動採取資料 你是主動 你在我搜尋 然後你主動給我採取資料 然後你選擇 你選擇的過程 我大概分析到你的選擇 那是一個主動的過程 是一個Active的過程 所以就算有些人用引申術 你只要在Google搜尋 他都仍然知道你的圖 你仍然知道 不完全是你 但這個社會上有什麼事 他的大圖片一定會得到 就是這個原因 因為 其實Google的原因 就是很怕消耗CPU 無論Crum 無論他寫的 Pay Switch Model 和我指示他的網站 你給我感覺就是 Google很怕 一些很CPU Consuming 或者很Bandwidth 他都仍然是把Code 和Google搜尋 留在實際上 但你這樣角度 Facebook從來都不是 Facebook從來都是在很多地方上 他意圖進入你的資料 你不知道 他有很多Code是很可疑的 所以你說Facebook 最後就說 肯定有什麼不出席 有些人在用音樂 會不會是因為Pandora Paper 我覺得不是因為Pandora 是因為Facebook間公司 真的小 他寫的軟件 真實說 甚至他寫的 比商業用的介面 那些小的程度 我真的覺得是爆粗的 例如我 我是商業校戶 我們是有Corea Studio 但我很怕用Corea Studio 因為他不好用 那些介面又複雜 Corea Studio 就好一點的 桌上板 你打到中文 但問題就是 你打中文要解決 其他Hiphan 又是解決不了的 寫的program很差 你說那些什麼 contact management 要看那些result analytics 那些 你永遠都get不到你想要 你永遠都做不到 但問題就是 Google Google 第一 它不是那麼多 想吸引你的資料 第二 就是它的interface 你給人的感覺很乾淨 而且它知道你用什麼資料 它是 其實是願意享受 大家分享資料 然後大家 為何共同進步 但是Facebook 就是為何 它抱著這些資料 它給你這些資料 其實是沒有辦法 對於社交媒體管理員 我是做不到決定的 我真的做不到決定 即是我的Pose 是否值錢 那個Pose 是否能夠吸引人 你做不到決定的 而且你看到Facebook 你還要到Facebook 很多時候 它吸引了垃圾客戶 譬如那些假用戶 讓它在那裡 那些 你就更加可以反映一個問題 因為如果你是 譬如我們 譬如Google Google是會打假用戶的 我舉報假用戶 它會清理的 因為它知道假用戶 它不會給你真資料 譬如假用戶 它用一個robot 如果播放完影片 30秒就走 我見過幾個 或者是故意留一些垃圾 留言 希望令到你的網站變垃圾 其實我Google 我看到你的垃圾 那些訂閱者 我看到的 所以我看到一個 一個 問題就是 你Google 是有清理這些假用戶 它有定義清理 但是Facebook Facebook沒有清理假用戶 其實它做得很差 Facebook 所以整件事 所以最後 搞到這個系統 是一個很不存在的 七樓八商系統 是這樣的 所以你問我 為什麼我仍然有用VMe 甚至 因為現在 Twitter有打相機制 打相機制 打相機制是拿著Patreon 那我Patreon 我就 會員版的內容 我不放Patreon 會員版的內容 我放回自己的想法 但是它有打相工人 如果它的打相工人 是黏著Patreon 我就不介意 你Twitter假想 我重新開放Twitter的事 再計算 但是短期 我不會重新開放Twitter 因為Twitter有很多五毛 但是它的五毛 是比Facebook少 因為你肯做事 肯不肯做事 所以Facebook整間公司的 營運模式很有問題 真的很有問題 Facebook整間公司 我會覺得 這間公司 現在是一間押索公司 但是問題就是 你問我 我怎麼看Facebook Facebook對我來說是雞鞋 真的是雞鞋 當然 譬如我很多朋友 就是用Facebook 沒辦法 跟朋友交往 用Facebook 但問題就是 如果你說 由Google的大數據角度 由YouTube的營運角度 我來自Facebook 它嚇得1.9% 1.9% 是這麼多的 1.9% 真的來自Facebook 其實大部份都是這裏 YouTube的社群人 其實是很多 都是自己 你說Facebook 是不是真的 能夠吸引到客戶 我想它是比VMe 好一點 如果你懂得看錯 就知道 Facebook 是 人們以為是有很多 因為Facebook 有太多假用戶 它也很好吃 說 假用戶多 你的專頁 訂閱 那些數目 其實很多時候 就變成一些假貨 其實你就變成 你以為自己有很多人 其實你沒有什麼影響 就是有一點 很簡單 我Facebook 2萬8人 我Facebook 2萬8人 我一向都維持這個數目 我過去幾年 因為 有一堆無頭的假用戶 我就BANG出去 無頭的假用戶 然後你亂說話 又BANG出去 我BANG BANG 其實我的用戶增長很低 就是 由 一年前 2萬 4到2萬5多 我增長3千人 但是我YouTube的 訂閱人數 就是15萬 15萬多 但是 我也踢很多假用戶 會令到 害死很多人的廣告收入 就是 我經常勸那些 YouTube的管理員 不要 什麼訂閱人數 你訂閱人數 如果沒有相應的收視 去提升 一定有很多假人 你就只能有打假人 一定是很多中國人的假人 放播 留一些負評 留一些五毛留言 一定是這些 馬來西亞和中國最多 還有澳門 這些全部是混蛋 這些國家 你明白的 問題就是 你Facebook 沒有做過事情 對於這些假用戶 就是有得 所以那些消息 你後來發現 當你有兩萬八 但你發現 原來你大部份的觀眾 你的觀眾人數 遠遠多於Facebook 那你就會質疑Facebook的效用 然後有些人 Facebook好像是威氣 Facebook十幾萬人 十幾萬個訂戶 很多人 好像很符合理 就是YouTube的觀眾 只有幾千人 幾千人已經給了 有些人只有幾百人 那你覺得發生什麼事 你知道我Facebook的基數是低的 一萬八人左右 但是我這裏的觀眾 我訂閱是十五萬 我這裏平均每集的觀眾 是Facebook的人數的一倍 那我想問Facebook 這樣發生什麼事 Facebook是否真的繼續有用 所以你說沒有了Facebook 我都覺得 有些不習慣 但是有些不習慣 都沒有問題 我覺得其實 反而應該是用 反夯斷機制 把WhatsApp救出來 我寧願 如果以前WhatsApp給我錢 那些 我覺得應該享受 這些人一輩子應該免費 免費一個 不會被Facebook搞的 實時通訊軟件 跟著Instagram 應該吐出來 Instagram Instagram 不是讓你這樣用 Instagram 我覺得Facebook 是把Instagram 那件事搞錯的 Instagram 本來的標誌 其實那個標誌 其實是保利外 SP-70來的 正式有相機 其實它本來的原意 就像積影式有相機的相簿 那樣 很美國人的生活習慣 但是問題就是 Facebook 就變了另一些東西 Facebook 所以 大家可以看到我 有一點很有趣 我Instagram 我只是貼上一些 我拍照的作品 而且我不是經常更新的 我撿到照片 我覺得有些漂亮的 放上去 為什麼是這樣 因為我對Instagram 的看法很簡單 那個Instagram 本來我們最初用的時候 那群人 就是可以分享你的漂亮的照片 哪裏是可以 被你現在這樣用 又是商業推廣 又什麼都搞到整件事污煙漲 而5號都有 但是那個Instagram 我抓過5號 5號 一腳伸出去 頂他 所以你說Facebook 又壞機 你可以看到什麼 他的reliability不行 他的公司 不務正業就是這樣 所以你問我 我也覺得 大家搬去MeV也好 什麼都好 但是Facebook 是不是真的好像以往 那麼兵家逼真 其實我都覺得 也不是 跟以往相比 Facebook的影響 不大如前 至少我的觀眾 很多都不是來自Facebook 我真的不是來自Facebook 我的觀眾 其實很多都來自 YouTube原生的社群 我覺得這件事都重要 如果是YouTube 像我剛才那段片 其實YouTube已經在懷 但是Facebook已經在懷 但是Facebook正在懷 也不影響過那些觀眾 沒有減少觀眾 嚴格的 沒有減少過 沒有減少過 所以這件事 其實都可能告訴大家 一個現實 就是只要WhatsApp 和Instagram 扣出來的話 Facebook間 有一個人收拾就算了 朱西伯格完全是失敗的 Sugarbert的影響 真的失敗 我不是那些五號的問題 是你整間公司都不知道 做什麼 那個盈利模式 你會看Facebook的廣告 我不會 Facebook的廣告 其實在我身上 它不能夠很交換到錢 所以我為什麼還要用Facebook的廣告 有些人說 你買一下Facebook廣告 你會多一些 問題是 我給錢 可能我扔10美金 20美金一集 去賣廣告的話 問題是 我是不是找到10美金 20美金 不是的 如果不是的話 我覺得沒辦法 就是這樣 我覺得 最後 我覺得 其實 如果是Facebook多幾支 這些東西的話 我就留言 看Facebook幾時 的增長開始下降 還有很多人 新一代 都不是怎樣玩Facebook 當然 有些人仍然很迷信Facebook 甚至用Facebook 做假用戶 打飛機 騙那些公關卡人的錢 我也知道 有幾個這樣的人 招肚派有關的人 都是這樣 但問題是 Facebook不是真的有多想像 這麼有用 好了 今晚第三節到這裡 第四節 聽說美軍 就會在香港時間早上